今天为选用VI-37 Playform 的同学准备一个影片 跟大家大概再重新介绍一次怎么样在这个平台上工作 首先就是说当然前面这边我就不再多介绍一次了 这我以前都讲过了 就是要怎么样去启动Remote Desktop 环境 怎么样安装PSB 然后这些东西我就再多介绍一次 今天我直接从这个 我直接介绍一下这块板子 这块板子大家记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Program的按钮 这Program按钮大家就是在 从这个USB供电之前先把这个按钮按着 然后再把USB的线插上去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这是Program上有个LED灯 本来大家上电用它会一直在闪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闪 表示说它这个盘子已经进入了Program的Mode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Windows的 在Windows上面把我们的分位透过USB cable 把它下载到这个平台上面去 连线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 这可能已经一阵子之前的事情了 基本上你就要把两条线 一条是USB的CPU console的线 另外一个是Type C Type C基本上只是供电而已 在这个地方下载的话当然不值供电 你也要把它连到Windows电脑去 所以这实际上是两个USB的插座 你都要把它插到你的电脑上面去 你在电脑上面要记得去安装这个Driver 这个之前大家应该都做过了 大家可以把这个档案下载下去 完了要把档案打开以后 其实就会看到这样木里面有个叫FRM的程式 把它执行起来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第一次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写 但事实上现在各位手上的平台其实都已经写过了 所以其实这个动作其实是不用做的 我们可以直接选这个分位only就好 这样它download的答案比较少速度会快很多 前面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讲了 我们直接来讲就是说跟EURO V3这个模型相关的部分 因为大部分的同学用的模型都是EURO的模型 所以使用EURO模型的话大家记得就是大家下载的原来的Source Code 然后里面其实是为了让大家直接把你做好的权重的档案 直接从SD卡load进去 所以它事实上是把EURO V3的部分其实把它disable掉了 那各位同学如果要用EURO V3的部分要记得要把这一行 把这一行把它 就是原来被注解掉的部分把它放回去 这样才会有EURO V3可以使用 原来在我们原来城市里面 我这个地方有一个会送一些假的资料进去的程式 这个地方其实也要把它注解掉 这样的话大家才不会老是看到有一些奇怪的资料在你的手机的萤幕上 等一下我们看到在Android App上面 它会显示我们这边找到的框 这边为了测试它其实是有放了一个假的资料在这里 OK 好 为了要用这个平台呢 其实能够上网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把资料 比如影像的资料跟我抓到的物件的资料 透过WiFi然后送给Android的手机 所以这边大家要使用WiFi Set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事实上就是 就是要在Cerial Account上面去打进去的一个命令 好 我们要说WiFi 然后Set 然后这是SSID 这是Password 就要使用在你环境里面可以上网的SSID Password 这Set也有它会被存在内部的Flash上面 所以下次开启的时候就可以被使用了 所以这个事实上只要做一次就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Android APP的长相 好 这打开了以后 这边就会有个地方让你输入这个一个ID 好 这个ID其实就在我们在每一个平台上都贴了一个贴子 所以就要把贴子上面的东西把它打上去就行了 好 大家要注意 这个00在贴子上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 可能会写得有点像D 基本上这两个一定都是00 只有最后事物也会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注意 好 如果这边打进去以后就按Connect 然后它就会变成Connecting的 然后就会可以看到影像出现在你的手机上 这可能会花上几秒 甚至有时候会长到十几秒的时间 影像才会出来 所以稍微要耐心等待一下 好 那中间这Program的部分我们就先跳过看了 好 那这边呢 在这个Program 其实它EURO V3 EURO V3 EURO V3 Tiny 都可以 那我建议各位如果 除非你想要辨识很小的物件 我的使用EURO V3 Tiny 其实就够了 那这个 这个对大物件来讲 EURO V3 Tiny 的准确度其实也不会太差 那如果你一定要用EURO V3 如果你一定要用EURO V3 的话 它的速度其实是挺慢的 所以它可能一秒就一两个frame 两三个frame这样而已 所以接下来对大家来讲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 那我怎么样把大家做好这个模型 这个要把它放到这个平台上面去呢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这个最正确的方法 最正确的方法就是说在这个SDK 里面 事实上大家可以找到一个叫APNN model euro.c 的这个档案 所以所有有关EURO部分都写在这边 其实在SDK 里面 它已经帮大家把最困难的部分都做完了 就是说最困难部分是什么 就是EURO V3 Output Decoder 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帮你写好了 因为这部分其实还蛮复杂的 就是它因为我们知道EURO V3的话 它会产生一大堆的这个框 比如说是你EURO V3的话应该是3x13 这个格子然后每个格子上面有三个预测 所以事实上会有13x13x3个预测 还有26x26一样乘3 所以会有这么多的预测 其实会有上千个预测在这里面 我们要写个层次从这上千预测里面把 就是说信心度比较高的框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还要用NNS的演算法 把重复的框把它移除掉 这个就跟一般的EURO后出点部分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现在这个后出的部分 我们要用C把它完成 所以它基本上就在这个C档案里面 已经帮大家完成了这个事情 但是呢 因为在这个PREFORM里面 这个SD里面它是假设就是说 大家可能会做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EURO模型 所以它提供一个这个阵列叫NN EURO MODEL CFG LIST里面 就是每一个模型我就要在这个LIST里面加上一行的资料 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正确的做法至少应该在这个阵列里面再加上一个资料进去 再多加上一个ENTRY进去 加完ENTRY了以后呢 我们要去NN MODEL SUPPORT LIST里面把我们加了这个ENTRY 也把它放到这个 因为这个事实上是说所有列表 这就不止EURO 就是所有各式各样模型的列表都放到这边 其实上这边只是要第一个Constant 到处下面的时候实际上我用的模型是哪一个 然后以范例里面来讲我们用的是这个EURO 然后这个WYCC TINY 表示说它是个EURO TINY的模型 它是两分类的 就是车子跟车牌的分类 好 这个Constant是什么东西 Constant事实上是Defined在APPNN MODEL.H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事实上它这边就是 这个是EURO系列的开头的ID 然后这个是就是说在这个ID里面的第几个ENTRY 这是我们刚才在前面Defined的Constant 所以我写了这边以后 然后我就用这个变成一个Constant 然后这个Constant的话 就在系统的Support LIST里面 所以系统事实上 它看到这个Constant了以后 它就直接去找EURO里面的这个模型 然后完了以后它就会 又从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NN EUR Module LIST里面去找出相对应的这个项目来执行 好 那这项目长什么样子呢 它项目长的就是像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就是我们加速的那个ENTRY 那这里面当然有里面很多的 就是说比如说EURO是哪个Generation 它是V2的还是V3的还是V5的 这个就写在这个地方 下面这一行最重要 这个事实上指的是我们模型的位置 模型的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模型的档名 跟这个是在它的位置里面 接下来这下面一堆其实都是这个模型里面的参数 你必须要根据各位使用的模型的参数来设定这边的东西 这是下面这些参数是 就一般EURO Tiny所使用的参数 它的长宽我们是用的是416x416 如果大家用几个不同的时候 这边可能要稍微做个调整 这边是有NNS的Switch Hold 你要剩多少 这个都要根据大家的模型来 来决定这些数值 OK 好 这些是写完 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时候 假设这个事实上这边是用的是 它的那个Anchor 的大小 如果大家用的模型Anchor 不是长这样子的话 要记得把这边相对应做修改 这样它到时候出来的那个显示 那个才会正确 你选择那个框的那种位置才会是正确的 OK 好 好 那完了以后 当然就是还有这个EURO Decoder的部分 当然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过的 就是说在SDK里面 其实已经帮大家把这Decoder 在下面这个函数里面 其实已经implement好了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自己再写 但是在这个Function里面 其实它包括了LPR内的部分 但如果你没有用到LPR内的话 其实你应该要把它删除掉 你应该要把它删除掉 好 那下面这个Function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大家可以去找这个相对应的程式码的地方 在这一行里面 这个地方它指定的就是这个EURO的这个模型 它使用的是这个EURO模型 来做这个执行这个模型 那执行完的结果就会传回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呼叫EURO Output Decoder 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其实SDK可以帮大家写好的Function 这个东西它会使用这个EURO它的Output 然后把它Decoder完了以后 把它存在这个ObjectList的这个 这个帧列里面 所以后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帧列里面 找出它的那个框的位置跟它的类别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传过去给Android的APP做显示 好 那LPR的Model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不要的话 事实上是要把这些程式都把它注释掉 都把它注释掉 好 好 那当我们抓到了以后呢 其实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函数 叫做PathMessageTo24Cart 这个Function 好 那这方面基本上就是把 我们增测到这个框 就是这边R O I X Y W H 这是我们 增测到的框 那跟它的Label的Index是多少 是第几个Index 好 一起传过去 好 然后后面这边事实上是有个新兴度的资料 也把它传过去 好 最后那边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 这个Label的名称 到时候Android APP 收到这个资料了以后 它除了根据这四个资料把框画出来以外 然后根据这个类别决定它的颜色 以外它会把这个字也画在这个 那个画的框的上面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虽然我这边写车牌 但其实你是可以填任何资料 进行它就会显示在这个Android APP 去 比如说大家如果做的是口罩辨识的话 那你就可以说 有戴口罩或没有戴口罩 然后把它就 就会写Mask或WithoutMask 就填在这个地方过去 Android APP那边就会显示Mask跟WithoutMask Mask的东西 好 所以实际上大家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把这个东西把它换掉 好 那如果 就是说 就是我们刚才讲说 如果要加个Entry 我们要自己加这个Entry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要改的地方蛮多的 如果大家 但是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如果大家偷懒一点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什么都不要改 只要把卡.NB 这个档案给换掉 用你自己的模型把它换掉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是你剩下全部都用现成的程式 什么都不用改 这样最简单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要勾诉这些麻烦事的话 可以直接就把这个档案取代就好了 你可以把这个档名改掉 或者是你干脆就把你自己的档名改成卡.NB 都可以 最后反正它只要能执行就行了 我们刚才讲完了这个SDK上面的部分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安卓的Source Code的部分 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取得安卓的Source Code 然后可以去Compile它 然后去变成APP 如果大家不想要自己Compile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我下面提供这个线程的APP 直接装在大家的手机上就行了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整个执行的结果 所以就跟刚才一样 你把你的ID输入好了 要按着Connect 它就会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照一张测试的照片 然后它就会把测排的部分把它标出来 并且把这个字写来上面 这个东西到底在哪里写 假设如果大家想要把这个东西稍微客制化一下 实际上画这个框跟字的位置 实际上在这个路径上面 有个叫MyMonitor的这个程式 大家进去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段程式 上面这边就是在画这个框 下面这边就是在画这个文字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边做一些变化的话 可以来修改这边的部分 我这边也提供了这个eurov3的这个project的file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东西里面的project 然后把大家自己的权重传上去了以后 可能要稍微修改一下input input underscore .sh 这个内容 把它这里面input 说要input你自己的权重 而不是我project里面的权重 把input完了 反而又一样做quantize 一样做export 又产生内容binary.bin档案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前面这个步骤讲的 这个card.nbs档案 就是你自己去把内容binary.bin的档案 把它理念成这个名称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就行了 这样的话它就会把东西上传上来 大家记得如果大家改了这个东西的内容的话 要记得回来这个下载程式的地方 要做一次这个全部的更新 这样的话里面的权重档才会更新上去 才会更新上去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是做分为only的话 就只有程式的部分 但是如果连data的部分都要做的话 你要用program.org 去重新做一次 所以你就是 就选这一项 一样做好download.zip的档案 然后把它打开了以后 然后选frn这个程式执行完了以后 然后再重新download 就用program.org 这个模式 它就会连里面的档案 那档案当然就包括了 这个我们放下去的权重档 一起写到这个平台里面去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要怎么样在这个平台上工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希望对大家做这个project有帮助 那我们在接下来几次课里面 也会给大家时间 然后在课档上让大家准备自己的平台 所以接下来几次课如果大家在准备这些平台上面有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把这个平台带到教室里面来 我们可以花时间一起看一下 我希望大家可以早一点开始准备这些平台部分 先确认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工作都没有问题 不要到最后期末的时候都才开始准备这平台事情的话 可能到时候会很赶来不及 然后可能也不见得能够 到时候可能如果学习结束 可能也不见得我们能够面对面的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可能要赶快早点开始做准备